要叫周宇翔单挡 对 周宇翔要来挑战吉尔·周宇翔 周宇翔推个挡拆 把Liggins推开要单挑小火车 宇翔选择切入360度转身 差两个三分球 周宇翔不管了我就来了 谁说我只会这样 对 台版LBJ 周宇翔 周宇翔 必须要退场 周宇翔再回来 就是王博智堵住了他 前面是宇翔 陈宥伟切入到进去 射一手 博智跑起来 但进去没有机会 陈宥伟的空间 再给博智了 对 借得得宜 对 对对 因为看起来就是说 周宇翔的体力啊 各方面都还不错 对吧 对 包括教练团 跟选手都要知道 孟翔刚才有四番的麻烦 周宇翔面对 德州球王力换 好球 好球 抛头进 连两个不要够 好大家叫周宇翔单打 对 周宇翔 要来挑战吉尔 周宇翔 周宇翔 来往 拉开空间 周宇翔 他要来当 是 明星球员的架势就在这边 对 对一个 看来一个身体一个假动作 其他球员还是要动位 等四秒 周宇翔身体对抗进球 对这个漂亮的一个身体对抗 不管是谁 在主场以95比80 15分的差距 战胜了孟翔佳 这个球滑掉 周宇翔再拿回来一个高 好球 越过了这座长城 对 空框短 周宇翔太客气了 对 这个球可以自己上 宇翔 也是在发球线 来抛一个 对 三分外线的周宇翔有了 来得及 贴近 地板球 周宇翔在底线有机会 带两步之后 跳投空心球 胜率是非常的高 剩三秒钟 AB在篮下占据了有理的位置 他的位置也一度被AB给取代 跳远边 外线的机会 周宇翔 裁判 周宇翔 这个挡拆 把Liggins推开 要单挑 小破车 球有点危险 剩四秒钟 要拆炸弹了 周宇翔 三下来两个位 钢铁人送上祝福 小组 和对方的recover 相当快第三个空切的 就是周宇翔 把时间都拖完 周宇翔 在看后面的小敏 陈俊拿球 最后是近框了 再给亿翔 亿翔也是用身体 把防守者压在后面 好球 好 跟亿翔 打一个2man 再给AB接球后 顺势结束 但现在双方的差距 基本上对胜负 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个影响了 好球 好球 再把分数给加上去是 对 在第一节他的存在感 几乎是0 海凡LPJ切进来 好奇的是 你是跟他用英文了解 他的英文是OK 我用英文跟他聊天 那所以他的英文很OK 好球 其实他的身高 221公分 再加上勾射 这个是真的难 非常难以防守的 接球后直接出手 周宇翔 右边的矿挡机会 把握住这个三分 其实在前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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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宇翔 哦 暂停回来 马上 周宇翔 第四节 个人的第三颗三分 四秒钟 没有疯狂 周宇翔直接在湖顶 半颗再来一个三分球 个人第四节攻下12分 慢慢去找到在比赛上面的一些节奏 哦 这球距离哦 一大步哦 还是被他标进三分球 你可以看到 右尾找到布朗 这是一个错位的机会 但选择 从外围来传 整理自然而然也会提升 好球 好球 尼翔 左绕 右绕 这边打得强势 10%左右的差距 是一个蛮大的落差 来看一下尼翔 使用身体对抗 尼翔 强势的切入 或是外围的投射 尼翔 尼翔蓝底下受到包夹 又要到了哨音 一支多 他是今年球季最多的一场比赛 来看一下这一球 两个假动作第三拍的出手 天进队 尼翔飞进来了 结果被盖锅 来看一下这一球 感觉很难磨 再转移到底线 看我们的麦克风是有所作用 周尼翔 回到台湾这段时间 他的出手比较少 所以 他的数据是跟李凯燕 两个人要互别苗头的 三分外出 周尼翔联合五分 助攻以及超捷方面 都互相的竞争 所以后面剩下 大概四五场球 如果说一个朱英豪 对可是我们刚刚讲 我觉得他的数据也是不错 因为陈又伟的数据是 这是小胖的一个点手犯规 陈如 再给一翔 四速度角的三分球命中 高了一点 AB 再单手回给一翔 底线出手弹进 对 可惜啊 陈如 转移 好球 好球 对 好球 对 好球 对 所以梦想家 某种程度是破解了对方的区域防守 对 高优势再拿到进攻篮板 李翔 选择切入三分六十五转身 好球 那我就不需要把那个大个子放在里面 是 好 外围的机会在王绿翔手上 篮板被补进 周育翔 剩四秒钟 周育翔的机会是有的 李翔连得了五分 周育翔 好球 好球 对 空心名咒 那四场就是李正的这个第四节节 关键三分球 让球队可以 要有信心的好球 而且现在德威也上来了 跟布依德来重固禁区 好球 但是站在刚才这边 有时候如果真的是没有好的一个进攻的话 反而把时间磨掉 有时候 好球 面对曾祥君 好球 好 再给底角是一个空档 周育翔 好球 好球 周育翔 对方退他三步 让他抽进了四分球 吸引包夹之后 我认为新特利是完全有放 迪翔这个三分线 周育翔 这个切入招 蓝胖流 第四节得五分 进 今天拿下了十七分 周育翔三分线外 一步 受影响 迪翔使给撞倒之外 现在这个犯规 哇 确实 落地的时候 膝盖是有去顶到 所以 因为他是 放贴人吧 所以 底线 周育翔的三分球 来一个吧 周育翔的三分球 再进 差两个三分球 周育翔不管了我就来了 把你们的话丢到垃圾头吧 来吧 谁说我只会交通 勇士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串联者 哇 我们看到 宜翔 这一球 虽然说是硬去成分比较高啊 不过 要给他多一些 他出手太轻松了 没错 周育翔 对 后面 对 好 空档出现在周育翔 都睡了 4 3 三分线 就在Murlens还没回来的时候 刚才阿歇说要快要快 底线那边 圣诺其实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空档 李翔将球 往上也跑得有 也因为对方手趋了 所以现在钢田其实节奏打的是 稍微慢一点 周育翔 这个圈 也没有完全 交代好啊 厉害 至少 另一位 击